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叫我干啥呢 我准备进趟程 你去不去 不去 那呀 研究啥呢 刚才白春夸你来着 夸我 对呀 夸我啥呀 夸你长得漂亮呀 是吧 还夸那个你这个 那个 有眼光 我还有啥眼光啊 哪可不问 你看咱办那场就那帮人 哪有这眼光啊 那是你们死去白脸求我 要不我才不干呢 那你得了吧你 肯定是你俩呀 背地里商人好来算计我的 这知道你们俩 徐凤国 你拿着我的预配 赶紧到老许台来 好 可以 这些没问题 你没啥问题呀 人都挂了 你以为我没听见呀 那是庄 不是叫你去老许台呀 你倒是去呀 去 不去 去 不去 去 去呀 我一猜你就要去 你装啥呢装 你让我去的啊 啥呀 你把这鱼配还给人家 对了 提醒我了 你要不提醒我还是有梦 带着这玩儿太危险了 为啥钱呀 你啥意思 管咱们都干啥呢 谁问我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啊 这家一听少演魂都没了 你说他咋老跳窗户呢 不能走趟门哪 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鱼配呢 啥 我鱼配呢 我这一出门给旺拿了 你说你要玉配干啥呀 不是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妈拿玉配给我爷爷看 我爷爷现在都跟疯了似的 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 我就完蛋了 不是 我闹啥了 没闹啊 这玉配是你亲手给我的吧 是 但是我现在必须得拿回去 我爷爷已经急了 要是再拿不回去 我爷爷能咔嚓了我 那咔嚓了也不行啊 这 你给我了它就是我的了 我可负责任地告诉你啊 这玉配我要留给我的女朋友 在我们花钱月下的时候 我要亲手带到她的脖子上 你就别烦人了 你快点回家拿玉配给我好不好 不是 这还拿啥呀 我都快急死了 行行行 那你急我给你 行吗 这本身就是你的嘛 知道就好 你快回家给我拿去 你真答应了 我答应什么了 我觉得这事有点着急了这个 我就是很着急啊 你说咱俩怎么着也得过了门 拜个高堂入了洞房是不是 你 你说什么 你没听明白 你看你刚才都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那现在这玉配她就是你的 徐凤国 你怎么这么讨厌啊 我以前就觉得你在这方面很讨厌 但我没想到你有这么讨厌 你怎么也不拿盆水招 你自己长什么德性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跳到燕山湖里去喂鱼 我也不会喜欢你这种臭无赖 你骂谁臭无赖呢 骂你臭无赖呢 不是 你怎么说话能骂人呢 骂你臭无赖还是夸你呢 你再给我说一遍 臭无赖 你不 我告诉你 你想干吗 你又想耍你臭无赖的本性是不是 你耍 你耍一个我看看 你到底能耍成什么样 我给你发个事 你发什么事啊你 我这辈子要是不娶你为妻的话 我实不为人 好 玉佩娘 她不玩 凭什么 我打赌输给她的 打赌 你还跟她打什么赌啊你 您就别问了 反正她就是一无赖 我早就告诉你 她是个无赖 可你就不听你 不是 那您说 我一村主任助理 她养牛伴小鱼团都是主力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想躲开她 我躲得开吗 躲不开就回这里去 村官也别当了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让她来车接你 爷爷 您这 您这是干啥呀您 我让她马上派车把你接过去 爷爷 我还有工作呢 什么工作 养牛小鱼团 那都是我的工作 我不要了 小剧团 也不能让你跟那小婚婚 交到一起去 爷爷 您 就这么定了 没神了 你干什么听啊 这不娶她 事不为人这话 你都说出来了 咋的了 我就是要看上她 我说的是实话 你还看上去 我看上去 干什么 干什么 你 你看 你也不合计合计 你人家是大学生 啥人没见过呀 能看上你 再说说少老爷子 多讨厌你 你不知道 还赖喉妈想吃天鹅肉呢 燕灵 我告诉你啊 树不要皮 闭死无疑 人不要脸的 天下无险 我咋了 我就是一个有思想 有抱负 有理想的上好青年 我看上人家怎么了 我就追她的怎么了 别追她 不是 别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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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少爷你这干啥呀你这 你不要跟我搬头成金吗 对啊 对啊 你说话呀 叔 晨儿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云儿啊 云儿 这是咋的呢 没有 凤国 这到底是为啥呀 快撒开 快 我今天要跟徐凤国拜堂成亲 别别 来 别别 先撒手啊 云儿 听 听过话 快 云儿 到底咋了 我跟她要预备 那非得说我跟她拍档车 见她再给我 臭小子 那云飞是你的啊 又哭她 又哭她 给你 徐凤国 您说吧 今儿这趟你败不败 败不败 不败是吧 你把玉佩给我 快给人家 她拿哪儿呢 玉佩呀 快给人家 我没 不想给她 给我 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小影儿 小影儿 你说这叫啥声啊这是 是 都是你惹的声 灭热你的 是不是 是 小影儿 那是干啥的啊 那个啥 烧影儿和把行李 就给拉我家了 你看 这不好意思 我这给她送出去呢 来 给我 给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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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吹啦 行了 徐凤国 你真是白追人家 都不搭理你 你这是幸灾乐祸 那啥 你今天有点过了 我咋过了 少影儿本来就鸡了 你说你还火上浇油 那是不是幸灾乐祸 我就看不上那没皮没脸 上赶子追人家女孩的人 你说徐凤国没皮没脸的 不光他 还有你 我 我咋又没皮没脸 你就是个没皮没脸 这好 好心你当成驴肝肺 等全世界都没人搭理你那天 你就好 没人搭理我才好 我愿意 你愿意 有钱难买你愿意 那你说人家徐凤国 死气白烈追人家姑娘 那 那不也有人死气白烈 去追徐凤国吧 白烈 我愿意 你给我回来 我不回去 你赶紧给我回来 干啥呀 你赶紧给我回来 你听见没有 干啥呀 我问你啊 你 你说那个少影 他哪点好 他好在哪儿啊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少影 确实挺好的 他不就是一个大学生吗 现在大学生满大街都是 大学生是满大街都是 那 那你不是不是大学生吗 你 你再说了 你看人家少影的学问 那办事的能力 说话那方式 还有那投书的那样式 包括看书那姿势 他跟你就是不一样 他跟你就是不一样 干啥啊 好 好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及 爱就说出来 给个理由把心打开 爱就说出来 这一生只有 你无法取代 爱让人变成无赖 一个独裁 一个崇拜 为何要相信你 爱让人变成无赖 一个独裁 一个重败 为何要相信你 欢迎大家收看 大腰山舞后大喜台 现在为大家现场的是 海丽脸小姐 接下来由徐步先生 为大家现场一起 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个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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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说出来 让彼此的心不再阻碍 爱就说出来 不是谁的能相约人海 爱就说出来 给个理由把心打开 爱就说出来 这一生只有 你无法取代 征服 征服 都看见了 一眼一拍的 这回理解我得不幸了吧 所以说人呐 你珍惜自己的感情 是不是 你看小姨对你多好 那我们俩那些还用说吗 你们俩不用说那是人家让着你 你啥样呢 你说你啥样 我 你啥样 你今天有五十没 我今天二十九 你说你心里年龄就跟九岁似的 你说你啥 你说你干啥 那像二十九的人吧 村里不全怪你叫小姐夫吗 你还答呀 那好听吗 冷不听一听 好像小姐的丈夫似的 多难听呀 不是你这么浪� 以后没朋友 什么没朋友 我是为你好 爱情这东西得经营 你要摊成这样的 你说啥玩意 不过我就琢磨啊 我就回来这一路上 你等着玩意干啥呀 收藏啊 收什么藏 我这算证据 我跟他谈一谈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你这样对人家拦主任 不公平这样 你这还要跟人家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那怎么样 他啥样你不知道吗 你这样对人家拦主任 你们俩是咋离的 你不知道吗 不是你啥样离 不能胡搅蛮缠的 这有证据呀 你说的话呀 我跟你说啊 不行 你还想以成相待 想都不要想 那你说怎么去 我有个办法 我就给你送去 那你送去有什么好的 你看 我拿过去给他看 他自己一看 是这么回事 气焰一压进来 你再去水到巨城的事吗 打个前站 对 铺垫一下 行 李东 到真根儿时还得说亲戚 行 你你送去吧 那个 亲戚这个事啊 咱们单说啊 就是咱那个规章制度啊 是不是 放松一下 啥呀 啥呀 麻将 随 随便玩 随便玩 麻将啊 你懂的 啥呀 游戏啊 你不是又犯小孩了 刚跟你说完 完了再说 你先把把这事也完成了 小定了 你先去吧 先去办事 定了啊 我一说到我带孩子 都咋的咋子咋的咋的咋子咋的咋咋咋咋 眼神都紅了 哎呀 再后来 我就用眼泪给我那动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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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泪 我的黄黄里 就是她 她也跟我就 我 我 半个多小时 我 完了 我 我 我 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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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妈 别捣着啊 已经很漂亮了 哎呀 快看看 正不正 正的正的 美若天仙了 哎呀 像你妈这岁数啊 如果不好好捣着捣着 那就没法看喽 哼 你现在捣着捣着 你就够拉风子了 咱俩上街 我老子是亏了你知道吗 人家都说咱俩是吉利 你呀 就别拿你妈开心了啊 嗯 妈 我给你讲真诏 嗯 乐乐跟我说 说她爸 把那段录像 啃上盘 给她妈看了 真的 不对呀 那录像我当时要回来了 哦 是 是明白书上 小姐夫问夜灵写药的 我真没想到她能来这手 天哪 那陈桂枝看了 是不是得难受啊 她那没心没肺的主 估计不会 只不定晚上又去扭羊盖去了 不许这么说啊 不管怎么说 她是大人 是长辈 以后在任何场合看见她 都得尊敬她 听见没 哦 哦 妈 你老这么跟我说 是不是你觉得 欠着她点啥呀 谁知道呢 反正啊 妈就觉得 好像在跟她争 本来就属于她的东西 妈 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啊 你看 明白书 她是个人 不是个物件 她是个独立的人呀 她更不属于谁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是在争取你自己的幸福 更应该离职气壮的 陈婶 你来了 买点啥呀 你买啥呀 我给你拿呀 你找啥呢 我给你找 我给你找 买了 吓死我了你 你干啥呢神道的 监控 监控 你咋知道我要安监监控的 庄 庄 你有认识人吗 你妈呀 都录这里去了 不是 这是咋回事啊 咋回事 沉调 你说咋着 完了 这不完了吗 不是 叶玲 叶玲 你 你知道咋回事吗 这 叶玲 咋回事吗 我不知道啊 你不让我烧热水去了 跟我可没关系啊 不是 叶玲 咋回事啊 你你你你别着急 这件事啊 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我肯定轻扰不了他 我问你 你好好想想 下一步该咋办吧 我咋办 我还能咋办 还能赖着脸 还在这待着吗 我家伙走吧我 你的化妆品也别要了 妈呀化妆品都是小事 你要是真走了 那就窝儿真给人腾出来了 你要是再想回来 不太好借了 不姐啊 你以为我真的想走啊 我说 我我 我这不是没办法呆了吗 你说我走也不是呆也不是 姐你说我咋整 不姐 你你再给我出个主意 哎呀妈呀桂枝 我给我求求你 你可真别让我出主意了 我啥主意都没有了 我你说我啥事都想了 没有办法不好使啊 我明白了 真没办法 我不走了 这就对了 早就应该这样 我在你这儿不走了 啥玩意儿 你在我这儿不走了 你不够出主意呀 哎呀妈呀 那好好好 我走 这 妈呀 我咋整啊 哎呀好嘞 韩春 大棉被马上到 再录上去 行了咱不走这了 我先说两句 哎呀咱们这个小剧团啊 张了好长时间了 因为卖牛的事儿吧 给耽误了 可是现在呢 卖牛的事解决了 可咱这个小剧团 老戏台子维修这些事啊 真得抓紧了 今天呢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研究研究 看怎么办 老爷子 眼睛啥呀 我看大明卖那 那庆典演出就挺好 你给我闭嘴行不行啊 咋子 唯有那庆典 还有卖不出牛的事儿吗 那不对老爷子 要没有徐凤国那一眼 大伙的心能团了到一块儿吗 一码是一码 两码是 坐下 少老爷子啊 也别说 徐凤国他们那帮小年轻的 搞的这些节目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大明卖搞那个庆典 他们不弄了一整台晚会 这挺好的 下面反响不错呢 别提那事儿了 那是小剧团演戏嘛 喂 老马 什么事儿 什么玩儿 你家牛死了 行行行 行行 那我现在去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以为什么死啊 不知道 说实好像说什么吃什么东西吧 我去看看 吃啥啊 是我 不是你别别别别闹了 那个老马家牛死了 对 你去过去看一眼 好那一会儿老马家见啊 拜拜 跟谁打电话呢 没谁 菊姐 先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慢点啊 有事打电话 我跟你说 这牛一开始就不吃酒糟 它就是饿着 等牛啊慢慢的就适应了 你看这牛自打吃了那酒糟 它也没上标啊 就那几头 那还瘦下去了 我说啊 让它找老爷子问问 到底啥原因 那别人家牛不都这样吗 开始它不适应吃酒糟 慢慢的适应了 然后就腾腾上标了 你问问国粮 是是是是 你喂酒糟是有些问题 那咱家那牛为啥死了 那牛死了 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你就知道一定跟吃酒糟有关系啊 那它 那它还就是吃了耗子药了你 你放屁 谁家那牛吃耗子药了 再说了啊 那这牛有问题 那也不关是我家呀 那说东月的老王家的 还有后监的老李家的 那牛不都有问题吗 那不是吃酒糟原因 你说这喂啥 你老啥 谁上门大的呀 你就喊了 你说啥你呀 一开始就不让它喂酒糟 说呀 老爷子酒糟便宜 这回倒好 把牛全喂死了 你看人家的牛都出来了 咱家的牛都 你说这 这大半年的全家人 不都白毛糊了吗 是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咱现在知道牛是咋死的 知道咋死的 这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 就是啊 不就死头牛吗 多大个事啊 啥啥啥 不叫死头牛吗 你 你说得多倾向啊 你瞎啥都死光了啊 我告诉你 这一头牛就七八千块呀 你赶紧把那些败家酒糟 都把扔到好宫里去 回家去 你给我回家呀 我不回家 你管我家 别说人家来劲 你管我家 你管我回家 别别别 别别 回家 我别打的不可 我别打的不可 别别 你败家娘吗 你什么 沈儿别着急啊 你快去看看吧 你看我这速度多快是不是 一接电话立马就过来 跑着过来的 这啥呢 大叔 你就全当他是神经病了 这事跟你老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行了 先别着急 我来看看啊 快快快 完了 叔 最近你都背什么了 我 不用背着我 不用背着我 我说 吃了我从县里拉的酒糟 都啥奇怪眼了 还麻烦啥 那少爷爷除了酒糟 还有啥别的吗 毒药 我这是了解了解情况嘛 您别急啊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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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少爷爷这事不小 您要是真是为酒糟出的事 那 那就不怕了 主要是怕得什么病 万一是传染病 那 那就完了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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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姑娘这样 我现在找个车 直接去市里 找畜牧局检验一下 行行行 行 快去快去快去 好嘞 好嘞 哎 哎 哎 情况是这样的 牛粪有一股恶臭味 还有血丝 应该是肠胃的问题 我现在立刻拉到市里 找畜牧局去检验一下 看看死亡原因 你也别着急 我知道了 嗯 爷爷 咱回家吧 老板啊 嗯 大叔 大叔 你们家的牛啊 要是吃我拉拉的 就是遭死的 我赔你牛钱 大叔 你看你 你说这话不太外道了吗 那我能要你钱吗 我要那么做 那你说村里人 他不得笑话死我呀 让他们笑话我 我老了 我不怕笑话 姐 阿姨 阿姨 阿姨啊 别阿姨了 喝口里水歇歇歇火吧 姐呀 我不能再厚着脸皮 在这儿赖着了 你是我 老脸往哪儿放啊我 桂枝啊 如果先在天上掉下一张脸皮 你要不要 我不要 那你就给他来个不要脸 那我是要呢 那就是二皮脸呗 二皮脸 不要脸 小菲菲来了 小菲菲来了 小菲菲姐 人家有没有那个这么粗 然后这么高 应该剥了一罐子 有啊你干啥呀 装酒要 有 雅琳在库房里呢 去给酒了去 知道那个 走 那我跟您去吧 去去去去 谁要我拿两罐什么 拿吧 是个菲菲吗 那 你 就是菲菲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咋不知道呢 你就是乐乐他妈 我孙叔的前妻 我妈的情敌 妈呀 这孩子 你他啥都敢说呢 那我说的是实话 你替你问他啥 不是 不是 你和乐乐咋认识的 那我俩先后了一下 认识的呗 啥就先后了 拉肚子 我和你妈都这样似的 那你想和乐乐这样似的 那你是咋想的呢 那你 那你 你跟我妈一支情谊 谁规定的 我俩就必须是仇人啊 没这底的 那你就说万一你 有一天真成了我儿媳妇 你就不怕我那啥吗 给我穿小鞋 我说啊 婆婆 要是有一天 我真跟乐乐在一起了 那我两个人 要不想跟你一起过 还不一定呢 好吧 就算有一天 你死皮赖脸的 非要跟我们一起过了 我天天供着您 敬着您 你怎么忍心给我穿小鞋呀 再说了 如果啊 如果你真要给我穿小鞋 你就不怕我还手 给你一人买两双 两寸半的小鞋 给你背着啊 套路一句你们都知道的话啊 那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 敌人来了有猎枪 你这小丫头 那咋啥招都有呢 这还啥招都有呢 我绝杀还没使呢 啥吗 绝杀 你妈已经绝杀我了 你还想咋绝杀我呀 我 我怎么没说到绝杀你呀 我绝杀乐乐 你不要整我吗 那我就整乐乐呀 我不让她吃饭 我不让她睡觉 我天天骂她 我天天气跳 我让她跪到哪些天上不起的 我整死她 然后给你看 是这俩瓶子 对对就这俩瓶子 多少钱呀婶 拉到我俩空瓶子 啥钱不钱的 拿去用吧 谢谢婶 对了 我跟你说啊 那个你回去跟凤博说说 那把酒勾兑好了 就搁着我这儿带销呗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回头我帮帮凤博吧 你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啊 好 再见婶 走了 菲菲 走了 我也去玩了 婆婆 我走了啊 我去给你买小鞋去 我 我就 我上去 妈 你说这孩子啊 她也忒 忒绝情啊 你说她妈对我就绝傻了 她要绝傻我儿子乐乐 我有招了 啥招了 你敢在乐乐身上做文章 乐乐身上做文章 喂 正派出所啊 我们主任不在啊 出去办事了 那 我们那个主任助理在呢 行不行啊 好好好 你稍等啊 正派出所啊 喂 对对对 是 我们是有两个人 带着死牛 到防疫站去做检疫了 我叫少颖 行行行 没问题 好 一会儿见啊 好好好 再见 没事吧 齐姐 好 我得去派出所做个证明 我先去一会儿再回来 好 行 你有啥事打电话啊 好 来 老白春 干 不是 这又咋的了 这不来电话了吗 是我们家白春和徐凤国拉的牛 让防疫站和派出所给扣下了 妈呀 我家车可别给扣路啊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 这不少领去了吗 就没事了 少领去咋就没事呢 他也不是警察 少领他爸人家是镇长 就这点事 说句话不好使啊 对了 我我我忘罪查的 舒贞 你说 老马家的牛死 是不是跟少老爷子整那个 整那酒糟有关系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你急啥眼呢 你说 你这抛根问底的打听 是不是又要出去传播去啊 我说我啥呀我传播呀 我 我不找正经事呢 我走车去 你说这简易站他咋那样 啥都不说 就给我们俩整派出所去了 这亏你来得及时 要不都把我们俩扣下了 我跟你说 这个畜牧卫生防疫是很重要的 丝毫马虎不得 你说万一咱的牛 要真是有传染病给卖出去 那就是天大的事 人家这么认真 一点醋都没有 也是啊 我不是吗 我不是吗 您好 您好 怎么样 检查 查出来了 你那个牛的死亡原因呢 是因为他吃了大量的酒糟里面的 倒壳子 这个倒壳子呢既坚硬而又锋利 非常的不容易消化 时间长了 他粘斧和囤积在牛板叶上 就发炎溃烂 然后导致牛的死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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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不客气 以后有什么事啊 尽管来找我 我是专业鼓动牛的 谢谢 但是你们要再来 提前打好招呼 可别拉着病牛可点烂跑 让人家当你们吃 倒灯病死牛肉的给逮起来 好嘞 好嘞 好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您啊 辛苦辛苦 谢谢 这下就踏实了 那你们回去 都跟家里人说一声吧 别再为县里酒厂里的酒糟了 对 和家里人都说一声 我自己还有点事 不跟你们一起回去 走了 拜拜 来 你说他们刚才老说 那倒壳子倒壳子呗 那泄牛厂酿酒是倒壳子啊 两人造酒发酵的时候 不得拆弄去输松和透气吗 咱们用的是包米羊子 他们用的是倒壳子 看来呀 有倒壳子的酒糟不能喂牛啊 是什么回事啊 行了 你赶紧回去跟他们说清楚 回来过去吧 你 你干啥去 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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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家不回去 你也不回 对呀 人家不回去 我不回去 你回去就行了 啊 你自己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 好 有事啊 我现在上班正忙着呢 不是 我是觉得咱们俩之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那好吧 这咋的了呀这是 陈桂枝 她说让我上他们家去一趟 去干啥呀那家光碟没看够啊 谁知道 她能有什么正事啊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 去 必须去 你要是不去好像是咱怕的似的 你到这儿随机应变 她要是敢起什么妖蛾子 你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杀到我治她 太可意思了 行 那我去了 那个 要有什么事 知道了 你回来之后我再向你汇报说的啥 来 我就不相信你一天能监视我十二个小时 我就是那个 那王志宇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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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专家 你应该怎么做 等我呢 爸 看在路上走得快了点 辛苦你了 不是 我是来看电影的 这么巧还遇见了你 你也来看电影的吗 没有没有 那边有个牌子嘛 燕都市剧目工作室 我就到这看看 有没有适合 咱们小剧团的剧本 那行 你看吧 我回去了 我刚才看了些那个 电影的剪辑 特别的有意思 我给你讲讲啊 有一个帅气的王子 他有一件宝贝 然后还有一个女巫 他特别想得到那件宝贝 他就幻化成了一个仙女 背着扑盖卷 直接进到他的皇宫 然后死了白裂的 就要和他拜堂成亲 最后呢 还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同意 怎么样 这个爱情故事传奇吧 有点意思 不过你自己看吧 我改天再学习 别改天了 咱俩预想的就是缘分 咱俩现在就去学习学习吧 不敢了 对 你是城里人 在这儿认识人这么多 万一遇见了 说你闲话也不太好是吧 那行吧 那你要不敢的话 那你就回去吧 不是 这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 你说一大雁碰着一苍蝇 一起飞 别人就交蛇跟子了 看就看怕你啊 那行 大雁去买电影票啊 那行 大雁去买电影票啊 爱川 你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哪 我呀 就是和邵助理 在这电影院碰到了 我们俩看场电影啊 那啥不信呢 不信呢 那你听他说 春儿 不是 我们俩就是碰 我们俩就是碰见的 对呀 这不有一个燕都市 剧目工作室吗 我想看看有没有适合 咱们小剧团的剧本啊 不是 是他请我看电影啊 不是 你别听他胡说 好 好